于大姐家的房子在杭州渔航林平万臣花园小区 这套房子有160多平方已经装修的差不多了 他介绍家里的吊顶 木工 瓷砖 这些硬装 都是自己找工人做的 没有通过装修公司 前是自己家造的那种是三层楼的 不是这种套房 那就楼房的第一次住 嗯 这种套房是第一次住 应该说 9月份 于大姐订了两个卧室的木地板 品牌是室友地板 木种是次槐 每平方400多块 是实木的吗 不清楚 不懂 怎么选中这个的呢 就是开开这个颜色吧 还行 开开这个板材 不是很贵的吗 这个408块的价格来说应该是不便宜的 我们想就第一次分到这么大的房子 总想弄好一点 还这么想呢 想看 这么贵的吗 总好了 这样想的了 地板加上施工费 总共15000多 地板铺好之后他发现 有些地方的颜值不新 就是发现这个地板上有这种坑坑洼洼的东西 一点一点的这种 绝对不好 有很多呀 这里呀 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不知道 就是这个货拿来就是这样的 走到上面还可以 就是放床的位置 每个房间就是放床的这么一块 另外都还好 记者看到每块木地板都有各自不同的纹路 余大姐说的带有坑洼和黑点的木地板 主要集中在房间中间区域 她说这个位置以后正好会放床 余大姐希望把不好看的木地板换掉 找到商家杭州居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介绍 余大姐买的是天然石木地板 让余大姐不舒服地坑洼 黑点是树的章节 我送到他们家 她老公现场在看着师傅铺 她认可才铺下去的 而且天然石木它是存在章节的 一千多的黑胡桃它也是有章节的 为什么要全部都铺在被床盖住的地方 那相对来说这样是看不尽了 对客户来说通常来说 它是比较看不到的位置 怎么好一点呢 基本上看不出来的 因为我们买回去的 什么东西我就觉得 应该不在我们那里也是什么东西 我可以这样说 你们是硬邦邦邦 说这个地板有章节要赖钱 就是这个道理 我为什么要赖钱 就是要赖钱 经过沟通 最终杭州居然装饰答应 总共给余大姐便宜700块钱 余大姐接受了 188黄金眼 记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